我们开发的纳米泡沫混凝土可以在满足建筑标准强度的时候 大幅度的降低水泥的使用量 它可以衍生出不同的产品 一类就是用于装配式建筑的轻质墙板 另外一类就是利用于屋面保温 还有矿坑填充 交通填充的现胶泡沫混凝土技术 这两个领域我们都可以做到保证市面强度的情况下 它的水泥用量大幅度的下降 建筑是节能减排的主要战场 因为建筑领域的能耗占了全社会总能耗的40%以上 另一方面全球每年生产40余顿水泥 它产生的二氧化碳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总量的8% 在这个实际工程当中 采用我们的技术可以节约40%的水泥 不仅降低了成本 而且大幅度降低了碳排放 我们这次的工程实验 吸引到了来自各地的建筑工程施工 以及建材制品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到场参观 我们很快会和这些企业达成合作 为他们提供关键原料 设备和技术方案 迅速推进市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